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一早来到永和保福宫 就先向保生大帝参拜贺寿 因为农历3月15是保生大帝圣诞 谢震达副市长表示 保福宫长期以来在地方公益上十分热心 秉持着俱乐福寝的精神嘉惠地方 年年荣获新北市基优宗教团体表扬 因此特别代表市长感谢保福宫 这200年之间保生大帝为我们永和地区的平安 还有我们所有民众的健康 做了很多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今天很高兴我们在保证大帝诞成的时候 做这个捐赠仪式 我想保护工过去以往以来 在我们各地方的一个捐赠 还有我们清函我们学生的清函奖决金 还有我们所有的过年过节的一些救助 都做了很多的一个善事 而今年保福宫更捐赠了一辆价值450万的消防车 给新北市政府 主委陈水生表示 永和校弄狭小 对于机动性高的小型消防车需求很大 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同意 特别捐赠这辆水箱消防车 希望能够提升灾害抢救效能 消防车是我们七人小组有开会 说永和的巷子真的太多了 不方便就是兼这个小型的 那我们保护工都有在做公益 食材这一部分 我们都有在努力在做的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保护工这边的委员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有说针对我们这200周年 要做怎样的庆祝活动 那我们认为说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边最需要的就是 小型巷道我们一般的消防车 是进不去的 所以我们就捐赠了一个 这样小型的消防车 让我们地方上 因为有这消防车更加的平安 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我们 建庙200周年最有意义的活动 随后保护工也进行了绕境 祈福活动 陈水生强调 过程将配合防疫缩小规模 但诚意不减 参与活动人员也都要求 打完三剂疫苗 并且贴上贴纸作为识别 并落实实联制 全程佩戴口罩 量体温 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祈求保身大地庇佑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赵世渊 永和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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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